大家好,今天是星之三 现在是 快12点了 下午2点 美联储要公布会议制药 2点钟的时候 现在很多人就是吓得比较厉害 现在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 跟半导体指数 已经到了进尺的最低点 今天当然能不能反弹 就是到2点钟的时候 可能会 对吧 2点钟的时候有个 比较明显的信号 总的来讲 现在是市场已经跌到了这个直端的情度 我来给大家来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告诉大家目前的市场怎么样 然后用各种方法 怎么样能够赚到美新的1% 这样一种方式 这样一种方式 对吧 因为如果赚本的1%就是 其实对投资人来讲它是很多钱 但是很多人他不满足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就是贪婪 又就是害怕 所以他们赚不上钱 那大家有空的时候呢 我现在呢是这样的 我把我自己的经验 对吧 我教训 告诉给大家 让大家呢 这个 这个 避免走弯路 对吧 增加成功的 这个概率 我们现在呢 其实很多人呢 搞不清楚 因为我们现在呢 投资人是管理投资人自治的账户 我们不介入投资的账户 也不给投资人策盘 对吧 一切都是投资人自治控制的 我只是培训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 一天点点 今天这个关键时候